这期节目与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新加坡成立建筑工程类公司的步骤和类别参考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需要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公司 公司可以是最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 也可以是无限责任公司或合伙人公司列别 先向新加坡会计和企业管理局阿克提交公司申请公司名称批准后 就可以填写公司注册表格了 对于工程类公司,一般要求大多数的董事或经理人是有工程师或行业证书的人士 公司股份在50万新元以上 公司注册成功后,向建设局BCA申请Builders Licensing Scheme许可证,简称BLS 根据新加坡建筑管制法令所有在新加坡从事建筑行业的建筑商 都需要向新加坡建设局BCA申请建筑商许可证 如果未来公司需要招标政府项目 还需要在承包商注册系统CRS上注册 建筑商许可证分为普通建筑商和专门建筑商两类 普通建筑商许可证允许持有人从事不超过1000万的建筑工程 专门建筑商许可证允许持有人从事不超过5000万的建筑工程 申请建筑商许可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公司必须在新加坡注册成立 二、公司必须有一名董事或经理持有BCA认可的建筑或工程相关专业资格 三、公司必须有足够的财务实力和良好信誉 另外还要考虑排放废物许可证和特别广告许可证等 此外 从事以下建筑活动的专业人士还需要持有相应的专业执照 建筑师 建筑师需要持有新加坡建筑师协会Singapore Institute of Architects颁发的执照 工程师 工程师需要持有新加坡工程师协会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Singapore颁发的执照 测量师 测量师需要持有新加坡测量师协会Rur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颁发的执照 我把相关的登录入口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方案 回答一些常见问题 问 我的公司是否需要申请建造商执照 答 如果您公司的工程需要新加坡建设局BCA的审批 那么您就需要获得建造商执照才能进行这项工作 换句话说 只要您的工程不在以下范围之内 您就不需要申请建造商执照 需要BCA批准计划的项目 问 没有有效的建造商执照进行需要 BCA批准的建筑工程会有什么处罚 答 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需要新加坡建设局 BCA批准的任何建筑工程的人员 经定最后将处以以下处罚 最高2万新币的罚款 最高一年的监禁 同时处以罚款和监禁 问 要求是什么 答 主要要求是 一 公司最低实角资本对于第一类一般建筑商许可 不少于30万新元 每年都有调整 对于第二类一般建筑商或专业建筑商 不少于25000新元 二 任命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认可人士 AP 被任命的 AP将负责并指导建筑工程业务的管理 三 对于独资企业 AP应为独资经营者 四 对于合伙企业 AP应为合伙人之一 五 对于公司 AP应为董事 管理委员会成员或雇员 具有与董事或管理委员会成员类似职责和责任的人 六 任命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技术控制员 TC 被任命的 TC将监督建筑商承担的任何建筑工程的执行和绩效 问 一般建筑商可以进行专业工程吗 答 对于不需要认证检查员 AC的项目 非AC项目 一般建筑商可以进行所有建筑工程 包括以下专业建筑工程 一 与小型建筑工程相关的所有专业建筑工程 二 结构钢工程 包括 三 悬壁长度不超过 四 结构的制造和安装工程 五 净跨度小于六米 六 平面面积不超过150平方米 七 预制混凝土工程 包括在现场交助预制钢筋混凝土板或木板 对于需要认证检查员AC的项目 AC项目 一般建筑商可以进行除建筑控制法和条例规定的六项专业建筑工程之外的所有建筑工程 问 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Cortrade的信息 答 建筑业工人注册Cortrade是一项注册计划 由建筑和建筑管理局管理 适用于各个主要建筑行业的熟练和经验丰富的建筑人员 有关Cortrade的更多信息 网址链接是3w.bca.govsg Cortrade 问 除了建筑商执照BLS 我的公司还必须在承包商注册系统 CRS上注册吗 答 虽然所有需要许可证才能开始任何建筑货 专业建筑工程的建筑商都必须根据建筑控制法管辖范围内的建筑商执照计划 BLS获得执照 但只有希望参与公共部门建筑招标或作为公共部门项目分包商的公司 才必须在由BCA管理的CRS上注册 成为一个建筑工程公司 可以参考下面15个业务类别 1.总承包商General Contractor 总承包商负责监督整个施工项目 从开始到结束 需要拥有广泛的施工工艺和法规知识 并能够管理分包商和供应商 2.房屋繁星Home Renovation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繁星房屋而不是搬家 因此对熟练的繁星工匠需求不断增长 他们可以将过时的房屋改造成现代空间 3.定制房屋建造Custom Home Building 如果您在建筑行业有经验并且热爱创造独特房屋 那么定制房屋建造可能是您的理想选择 4.绿色建筑Green Building 绿色建筑越来越受到环保客户的欢迎 其重点是使用可持续材料和节能的施工方法 5.混凝土工程Concrete Work 作为混凝土承包商 您将负责胶筑、塑造和修整混凝土表面 6.砖石工程Masonly 砖石工程涉及使用砖块 石头和其他材料建造结构 注重精度和细节 砖石工程可以成为一项既有奖励又充满挑战的建筑行业工作 7.屋顶工程Roofing 由于不断需要维修和更换 屋顶行业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 作为屋顶承包商 您需要了解不同的屋顶材料和安装方法 8.油漆工程Painting 作为油漆承包商 您将负责选择和涂漆不同的表面 9.电漆工程Electrical Work 作为电漆承包商 您将负责安装和维护建筑物的电漆系统 您需要透彻了解电漆规范和安全法规 10.管道工程Plumbing 从安装新管道到修理泄漏 管道是任何施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管道承包商 您需要拥有强大的管道系统和建筑规范知识 11.暖通空调工程HVAC 暖通空调系统对于舒适的居住和工作空间至关重要 作为暖通空调承包商 您需要了解不同的供暖和制冷系统 并能够安装和维护它们 12.景观美化Landscaping 从设计户外空间到种植和维护花园 景观美化可以成为一项既有奖励又充满创意的建筑行业工作 13.游泳池建造Swimming Pool Construction 这项专业的建筑业务侧重于游泳池的设计和建造 需要了解泳池系统和安全法规方面的知识 14.拆除工程Demolition 从拆除旧建筑到清理土地用于新建建筑 拆除是许多施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15.挖掘工程Excavation 挖掘涉及挖掘和移动泥土 岩石和其他材料 以便为建筑项目做好建造准备 作为挖掘承包商 您需要了解不同的挖掘技术和设备